3月28号 陶先生在绍兴市粤城区卓通手机卖场 买了一部苹果13pro max手机 256G内存 9550元 作为礼物送给妻子 他说手机使用两天后出现了阴阳屏问题 上部分量 下部分按 重启后故障可以消除 一开始也没有重视 但之后几天问题反复出现 卖家的意思呢 就是手机质量15天之间是可以包换的 可以包退的 但是要要出一个苹果苹果生产厂商的一个检验报告 证明我这个产品有问题 他才能给我退 不然的话这个我说的也不算 他说的也不算 陶先生住在柯桥 他通过就近的百邦售后 把手机送到厂家检测 4月21号检测结束 那么因为苹果长成在上海嘛 然后由于4月份的时候 上海不是刚刚疫情嘛 疫情一来一回 路上的时间 包括他检测的时间呢 导致这个时间已经超了超了已经超过了15天的时间了 这将他检测出来没问题 苹果厂家检测的结果是可以正常使用 对此陶先生不太理解 几个小时以后他会出现 或者说是那个充电过程 那充电过程就比较快了 可能几分钟 可能五分钟 五到十分钟 可能这个问题就显示出来了 但是一关机重启又没有了 就是这么个问题 所以所以那个 我不知道是苹果厂商的 他的检测水平有问题 还是说是那个质量 质量手机质量本身有问题 记者现场试验了一下 目前手机还是存在阴阳屏的现象 关机重启后就正常了 但冲了几分钟电之后 阴阳屏现象又出现了 那我看就是这样子有问题 他是找售客服务区的 那他没有说第一时间 就是说把手机带到我店里来 正常情况下 七天之内可以退机 有质量问题可以退机 经厂家检测 也就是我说的话 我是经销商 对我是销售的 我们也反映了 那客户跟苹果热血也反映了 跟售货也反映了 那我们跟苹果热血反映 他说也必须要本能 陶先生说 目前卖家的建议是维修 他接受不了 再次联系了苹果客服 我们半年对于这方面也过 如果我们提交生意 肯定是设备进行了一个反厂 那也明白设备在你手中使用 的确有发现出来这个情况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设备如果返到厂家 厂家没有看出来 就是他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体现出来 那可能就会由于是说 没有发现问题 把我们设备给退回来这个情况 那我们就得消失说 提交这个争议 会用同事来协助调查一下 我已经提交8天了 没有恢复 那么我有故障的设备 反映维修以后 你们检测不出来 检测不出来问题 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因为你们机器设备 检测能力 检测方式方面可能有缺陷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但是你们客户把这个问题 反馈给你们苹果厂商以后 那么多时间都没处理 那这个处理的方式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记者也给苹果的媒体邮箱 发去了电子邮件 截止发稿 没有收到相关回应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